万表流行力 钟表与奇迹 大家好 今天是钟表与奇迹的一个专辑 我们特别请来了康老师 给我们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一些见闻 康老师 当你得知去瑞士的消息以后 你当时心情是什么样子 成语叫五味杂陈 是吧 包含了三四年的比较混沌的工作状态 康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干中美媒体如果不亲自去见证一下 世界顶级的表展 就好像工作不到位 那么这一次 我们主要设计的品牌有 百达菲利 劳力士 凡克亚宝 基加 卡地亚 湘内尔 贯兰市 康老师 咱们先跟大家大概聊一下 这个表展的演变吧 至少说近三十多年 是两大表展 在去年的时候合二为一 如果你了解演变的话 在展场里都能感受到那种 敬畏分明 康老师说的两大表展 指的是巴塞尔表展 和原来的日内娃表展 这次表展你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呢 我记得你以前私下说过 表展上最珍贵的时间 不是喝咖啡 不是吃饭 不是上厕所 而是充电 那么这次呢 在充电继续能被保证的情况下 走路的时间 是发稿的时间 在走路的时候不能耽误 把自己拍到的最新的最前沿的视频啊 误文啊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出去 万表流行力是专门带了摄影团队 一个一个逐一的详细报道 速度可能没有康老师来的那么快 但是我们来的慢 来的深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一个一个讲这些品牌之前啊 康老师给一个总体的点评吧 就一句话哦 该来的都来了 世界的这个表摊 空前的大融合 对康老师来说应该是大饱眼福啊 我们跟康老师一起 对下面这些品牌呢 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百达菲利的新品 大概分两种 一个就是既有款式的小改款 一种呢 就是全新的款式 今年全新款式有一个 不算复杂功能的正装表 叫5224 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历史传承 它来自这个刚度罗体系 怀表的24小时的那个版本 变成了现在非常符合 环球上旅人士的双十区表款 而且还很直观 用的是24小时的表盘 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达到了正午的时候呢 时针是指向了天顶 再到了下午6点的时候 时针指的方向 这个是我从现场 卡成的菲尔听到的一个名词 天底 这个天底叫内蒂尔 所以呢 在这么一款表上呢 它体现了好多 像康老师说的历史上的东西啊 还有天文上的一些成果呀 一些常识啊 都直观地展现出来了 所以就小小一支表 融会的时间和空间 无比巨大的 揪住你说这句话啊 咱们看下一个品牌 劳力士是不是也具有这方面特点 表展开幕之前 大家都在猜是不是要给这个水鬼 就是三班尔运那庆祝70岁生日 但实际上劳力士更注重这个一甲子的这个表款 那么迪通纳今年60周年就放个大招了 历史上第一款拥有被透极心的迪通纳 就在今年推出了 除了透底以外啊 还有一个特点在陶瓷表圈的表款上迪通纳 它都加上了一个表壳同质的金圈 首款透底的迪通纳是薄金的 所以在陶瓷圈上就有一个薄金的圈 薄金圈就是金属护圈 除了保护陶瓷以外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视觉上的 让迪通纳整体造型的更连贯更流畅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属于极度稀缺的 它的这个被炒性又极度的增加 那咱们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劳力士吧 今年的劳力士充满了红趣和绚丽的色彩 有一款这个好事的表上面 在接近提夫妮蓝的那个底色上 长了51个彩圈 说用这种明快的色彩带给人快乐的心情 就这支表在日内瓦表展闭幕两周之内 东南沿海省份仿冒品就已经上市了 这个是目前某东南沿海这个防茂品 蹭热度历史记录最快的一回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咱们说说传统的日内瓦东家 过去的老日内瓦表展的参战品牌 我们说拿一个范克亚宝吧 原来曾经是退出过日内瓦表展体系的 这次范克亚宝用荣耀回归 随便拿几个款介绍一下 比如说有款叫Berle系列 圆绒金珠 这个表款它是典型的望多姆造型表 被两排精致的圆珠簇拥 凸透表镜 表盘几楼刻花玫瑰金 当然玫瑰金盘呢 或者是这个珍珠桂膜 调食按钮呢 隐藏在表背 尽显隐秘式设计的精妙巧思 还有一款呢 就是Lady Ferrier Lady Ferrier应该就是仙女的意思 它的看点是那个法郎工艺的组合 就是我们知道 单纯的掐丝法郎都不再玩了 人家这个仙子的翅膀呢 用的是粉红的 Plicar Roof 机芯呢 是自动上链的机械机芯 逆跳纷针和跳石 既有高级珠宝和手工艺 又有钟表的复杂功能 凡克亚宝把自己的复杂功能的应用呢 它叫诗意复杂 对 诗意复杂 实际上这个是我觉得 今年大家看到说 表的尺寸啊 还有颜色变化以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一定要用冰冷的技术 讲出动人的故事 讲出诗意来 康老师已经给出了一个趋势判断 现在我们回归一下 我们比较擅长的传统的高级指表这方面 我们说一个品牌 基家 基家呢 这次标展主要提出一个黄金分割概念 它就是在reversal基础上 它强调了它这个长款比例 也是这个黄金分割 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 reversal这种表 由于受到结构的限制 它翻转的时候 它有一个底盖 这个底盖 它其实占了一定的厚度空间了 所以要求这个reversal 不管你多复杂 基芯不能太厚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空间下工作 任何一个复杂功能 都必须能够彰显基芯的功能 也又必须薄 所以今天表展上 它这个reversal tribute chronograph 就等于说是向reversal致敬的 即时款 我是比较喜欢的 你看reversal 它实际上属于长方形的表壳 大多数品牌都是 把一个圆形的基芯塞到这个表壳 reversal这个新基芯 整个把这个长方形的表壳给填满了 所以这一个是工艺难度 再一个我觉得也是 尽显那个基芯的打磨工艺 包括这个版路的布局 包括设计 对 所以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满仓基芯 第二个优点就是集成自动机芯 而且关键是它是正反两脉 都能看时间的 对 无形中就相当于一个两地石了 虽然不是说什么天花板级的复杂功能 虽然不是特别炫酷的东西 但实际上对真正的爱好者来生 这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经得起玩味 没错 说了这么多品牌 如果我不让康老师露着点的话 他还会说很多很多 这样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下次接着聊